台中有一个84岁的妇人 日前遭到一个19岁的女学生 骑车高速冲撞 松衣不治 老太太儿子怒斥 肇事的女学生没有诚意善后 但是女学生的父亲则是回应说 他们感到很内疚 控诉的男子 其实呢在13年前 他的儿子也因为车祸被撞成了植物人 而在13年之后 他的母亲又被撞死 真的难以承受 84岁老太太手里端着一碗面 就在上午7点半 走过家门外的小巷子来到路口 准备穿越两线道马路 左侧突然窜出一台125重型机车 一面撞上老太太高速冲撞下 女骑士脑震荡 老太太抢救不治 他就是赶时间 他就是赶时间才去那么快 他就是要参加那个什么 持有色的活动 这台肇事的机车出现严重裂痕 冲撞力道猛烈 还在地上留下好几道 大约一公分身的刮痕 我到现在我每天晚上 躺下去 我就是想到这个镜头 而且这个巷口每天要经过 走到这里就好像看到我妈 我妈躺在这里 19岁女学生赶着参加学校活动 却在途中撞上 84岁老太太 三个月过去了 每次看到监视器镜头 拍下惊险的画面 王先生越看越生气 只要对方有诚意 表现出诚意 我们那一件事情发生了 也没有办法让我妈再回来 他难过是一定的 其实我也很难过 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我们也是想办法 尽量解决问题 王先生的大儿子 13年前被计程车追撞 脑部重创 直到现在生活无法自理 13年后 老母亲也在街头 被人骑车撞上丢了性命 命运似乎捉弄着这一家人 被害家属只希望肇事女学生 拿出诚意来 这段新闻公益的张俊仲 台中采访报道